琵琶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Aria Botria Japonica 琵琶的成熟季节通常在冬季或春夏 琵琶液被用于中草药中 被认为有舒缓喉咙不适合咳嗽的功效 琵琶富含维生素C、类黄酮和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具有抗氧化、免疫支持、消化促进和眼睛保护等健康功效 以下是琵琶的一些可能的好处 1.抗氧化作用 琵琶还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如维生素C和类黄酮 这些化合物有助于抵抗自由基的损害 减少细胞的氧化应激并维护身体的整体健康 2.免疫支持 琵琶中的维生素C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帮助抵御感染和疾病 它还有助于促进白血球的产生 提高身体对病原体的抵抗能力 3.咳嗽和喉咙不适缓解 琵琶还有一种称为琵琶叶的草药 被广泛用于缓解咳嗽、喉咙痛和喉咙不适 琵琶叶中的活性成分具有震咳、躯痰和抗炎的作用 对咳嗽和感冒症状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4.消化促进 琵琶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 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问题并维护肠道健康 5.眼睛保护 琵琶中的维生素A和肋黄酮有助于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减少罹患眼部疾病的风险 如白内障和黄斑变性 6.抗炎和舒缓 琵琶具有一定的抗炎和舒缓效果 可以缓解皮肤炎症和敏感问题 它可以减轻红肿、痘疤和其他皮肤不适 促进皮肤的修复和细胞再生 7.保湿和滋润 琵琶含有丰富的水分和天然保湿因子 能够提供皮肤所需的水分和滋润 琵琶中的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有助于提升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它可以减少色斑和暗沉 均匀肤色 使皮肤呈现明亮和光滑的外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